先清线吧 下喉 摸一下 再摸一下 二技能回头脸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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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 摸 离第一个兵近一点 我可以不拿补刀 但还是要吃到的 接着追着摸 摸 他已经触发了被动 但他学到二技能 他不好过来 我的 摸二 吸住 再摸 我不清线了 我 呃 我这边兵的血量更少一点了 这两个建议兵你都别想吃 他队友暂时还没法过来帮他 一个皮 一个皮 把这个残血兵补掉 OK 卡线 卡线 你队友过来帮你解线 你就别行着吃线的事 你就消停回家去吧 过去把这个残血兵补了 他队友不来 他吃不了线的 接着把这波线清完 来了 出来 是吧 老弟摸一下 二技能吸住 摸一下 接欧亚都会一普通过去踩上来 再摸 摸 摸 OK 我不清线 兄弟 你怎么说 好像卡不住了 再卡 只能卡掉一个兵 猴子来了 我也四级了 无所谓 看猴子 A他一下 我技能都全的 对面 夏侯选择了回家 他这波四个兵吃不到 夏侯还怎么玩呢 兄弟们 夏侯回来了 这波兵他还能吃一点 我好像是没打和蟹的 和蟹我打没打的 好像是给打了 忘了 装备的话 这边买上一手小护甲吧 接着消停轻拨兵线 连组猴子摸一下 再摸开黄帽 猴子五级了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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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欧亚都会踩上来 被这一个打刀收掉猴子 谢谢兄弟的红啊 夏侯是没心态的吗 他怎么直接去中路了 把这波线清完 他三棍是不够秒的 因为我身上有一个护甲 不会被他三棍子摸掉 我即使被他打成一丝血 那剩下的血他也摸不下去了 下好位置摸一下 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二级能连 欧亚都飞机走 接着消停把这波上路线清完 连组 摸 摸 接欧亚都飞机 跳过来 哎呦 我有点搞不动他了 兄弟 我太想跟他兑现了 我想走了 先把这边的小鸡打一下 我再考虑我这手抵抗鞋要不要出 买了吧 买个抵抗鞋 A 接欧亚都飞机 下侯这个点不是说我做出一个圣经就能杀死 他一个大招跑我身上 摸 二连住 摸 摸 他被动要触发了 摸 摸 没狂暴的话 我刚这个下侯真的不太好钢 摸 摸 接欧亚都飞机 再摸 产生了一个大招 收掉 开口帽 炸一道小瓶二技能回头连住猴子 没技能了兄弟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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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OK猴子这边没什么技能 他被打成了残血 那你这个红我可是要去搞一下了呀兄弟 那装备再买一手护甲吧 毕竟是在猴子野区 我小绿棒子这边买不出来 而且那个绿棒子买出来对我来说没什么帮助 在这个里先打红 大招的话还有五秒钟 等猴子过来 连住猴子摸一下 他没有继续往这里面进去 接着抢红 下猴过来摸一下 一个拿到 打不了 得走 没办法 打不过 哎 毕竟是在野区有免伤 而且这波我手里没有狂暴 算了 消停轻线吧 没反到这个红也没办法 等下一波吧 现在我还不够强大 我得等我这手生金做出来 现在主要还是伤害不够 猴子又要过来折磨我们 你忘了我单杀你那一波了吗 别抢我和蟹啊老弟 OK 和蟹拿到61块 接着打开这边的赤钱 猴子并不知道他这边过来要干什么 他为了他过来应该干什么呢 抢我的中立资源 我那种位置我不想让他杀 我不去跟他拼 他根本杀不了我的 现在这里的话是一个277的金 下猴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是做出了一手暗夜小假 小伙子又转中路去吃线去了 我暂时能刷到中这些小野的话 先不去吃中线已经 没什么时间 接着小庭清线吧 下猴这边去到中路 害死了他们的王朝军 我把这波兵线清完也往中路去转 圣剑这个点的话马上做出来了 还差 70块钱 下猴 在这 有一组小野把这组小野刷掉的话 我这边是可以做出圣剑的 我两个护甲的清完其实也不是很怕对面的猴子 先把这波线清完 买上一手橙色的金色圣剑 猴子的位置 没击飞到 连住这边泡车 猴子这波要是跳上去的话应该是能杀的 先把这波线清完吧 刚才看到猴子身上好像还有技能 我是不能帮帮拆中塔的 我拆中塔 那我上塔 上路这波兵线就吃不到了 而且上塔也要被它消耗状态 连住摸一下 再摸一下 其实连住小兵的情况下 你去这个下猴没啥大用 哎不死 欧亚都可以跳回来 他被他反打一趟 这下猴本身就有一个不错的强度 他加上一个猴子的话 我这边真的很难打得过 而且下猴是第一件装备直接出的涌业 我一时半会儿都没法对他们出手 哎 这猴子去下路了 那这红区不是能进了吗 这猴子莫名其妙去下干什么 赶紧进一波对面红区 三千九的精进 我带着红的话 还是有机会能把这个下猴弄死了 先打红 这对面已经崩了 就是说这个下猴现在不太好杀而已 小吸血的话 但是还做不出来 我们往上抖去找一下这边的小傻下猴 摸他一下 再摸一下 二级能连住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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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狂暴 摸 摸 摸 接 欧亚都飞机摸 踩上来摸这一个 马上OK 收掉小傻下猴他很难受 现在这个四千二斤 你回头把这边的炮车先吃掉 接着上路消停轻破线 把这波线清完 买上一艘小吸血 打一下这边小机 买上一艘雪石头 接着刷一下猴子的红区 现在不是猴子红区了 基本上可以说我红区了 我应该是有能力尝试去一位二了 猴子来的慢了一点 他这一波要是跳起来的话 我带着一个红有机会杀他的 把这波中线清一下 没连到炮车 不然这波王昭军是有机会的 下猴来到上路 把这手大吸血买出来 预购一手背心吧 然后再去出人墨 上路先把这两个兵清完 队友都在围绕着下路去打架 我们接着转一波中 先等中线出来 我的红还有14秒钟刷新 小桥这边凉凉了 接着轻波中线 乌鸦的飞机跳上来 A他一下 再他一下 点两下王昭军 没什么用 我身上没红的话 这波还是杀不了的 能给推出来吗 他闪了 先走 先去拿红 猴子再打我红 连住红上 向前走 红被拉扯出去 猴子这边血不多 他有点不太敢过来 A他一下 再他一下 二技能连 完了 连他无敌伤了 又在王昭军的签里 这波打不了 打猴子就这个点比较麻烦 你的二技能很容易 命中到 哎 我操 你交大 上啊 哥们 他交大了 他跑不了的呀 不是你在蹲什么呀 你懂我把人头送你嘴里的吗 他大招都交了呀 你手里有大招推过来他就死了呀 这小呆瓜 接着把这波线起完了 打猴子 还是最麻烦的 你的二技能很容易连到他的一技能上面 因为以前猴子连招都是二三技能起手 就二技能敲你一棍 然后直接大招击飞你 然后再去放一技能 现在猴子都是二一起手啊 二技能敲一棍 一技能敲一棍 然后再去开大招桥 都这样搞 就很难去操作 欧阳子飞机 王兆军位置 新点狂暴跳下来 A的一下二技能连 普通攻击 A的一个大招 收掉了一个王兆军 鱼也是残序 但是没人跟我一起跃他 如果有人近来能帮我接一下这边防一坦伤害的话 这两个其实都得死 打一下这边来吧 打这个来 然后我们去下路带波线 刚才还是看到了对面红刷新时间呢 把这边小野清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转到下路 6000m的竞技 小桥的位置好像有点危险 但是我这边正在下路带线 第一时间是过不去了 把这波线清完 我得赶紧刷点竞技 最好是能在下一个红刷新之前把这个任务做出来 还差500 还差400 420块钱 任务合成的话是720 摸一下 二技能连 普通攻击 摸一下 哎 哎 兄弟 摸一下 乌鸦都飞机 再摸一下 踩进来 普通攻击一个大招 一个没杀掉 大招二段杀害 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没动到我 OK 收掉两个 小心猴子 这个位置乌鸦都飞机这么去过去 这么过来的话应该安全一点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下猴子这边在上路的样子 但是现在他又没露头 先把这边红马夫打完 严重红上 乌鸦都飞机 OK 红打完 买上一手 日木之流 装备这边还是选择一手冰心 宇月真的在这个版本里面很怕猴子 因为猴子的发音速度太快了 他这个冰熊嘛 他不讲道理 他很容易瞄你 你知道吗 这个护家买船 蔡文鸡没有弹到 下一个一技能马上好 往里面走一点 乌鸦都飞机往里跳 这样跳得更深一点 跳进来 二技能吸住小手包 开恐报 还是被他推到很烦 摸 摸 摸就一个拿了 我能杀小手包 但是杀完他我得死 不想跟他换 乌鸦都飞机回头A一下 走吧 把上路直播线截一下 下一波 下一个大招的话还有9秒钟 猴子A2 吸住小卡猴摸 我应该是吸到了 摸 摸 OK 猴子摸死 他很难受 乌鸦都飞机 也没太看清楚到底有没有吸了 因为他放了一个一技能 身上亮了一个光圈 还是这个位置 乌鸦的飞机 跳里面 踩进来A2 吸住王道军 A一下两下一个大招 王道军一次血吸死 赶紧走 我操这王道军怎么就92块呀 真的不值钱 蓝的话马上刷新 我们先去打一下这边蓝牌稍微回那点状态了 血量不多了 我这边中推 肯定是没法继续推了 对面这个小书包好像发育的还行 先把这边蓝打掉 蓝的话正在开黑暗暴君 我们这边再一起压下路就行 这个蓝被想了也无所谓 小乔毕竟没蓝了 而且我已经马上就要40%减cd了 发起进攻 摸一下 再摸一下 乌鸦坐飞机 跳进来 摸 摸 摸 吸住 开启光报 一下两下三下接一个大招 先秒一条鱼也行 杀谁都一样 把这边防御塔拆一下 二镜的脸 摸一下 再摸一下 乌鸦坐飞机 跳上来 摸 摸 乌鸦坐飞机 小书包位置 踩过来一个二镜临住 OK 一波了 这就戏结束 他死了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下路还可以继续推 把这波兵线断了就完事了 对面没什么清显能力的 点水晶直接一波了 乌鸦 但是呢还是是贵的 也这也不是乌鸦 Minh 一个压人非常好 一个子 呌鸦 小煮 他的 ç 杢